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滿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麒麟 張小博 好 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先來分享一下 也跟我們聽眾的朋友呼籲一下 我們都有在做這個臉書的線上直播 只要你在這個臉書平台上面 搜尋快樂聯播網 那就會找到我們快樂聯播網的臉書粉專 那我們每天的節目除了你現在在空中聽到的 我們的廣播頻道之外 我們臉書都有做現場的直播 好 那因為剛剛在這個滑手機 在看了一則新的新聞 剛剛應該是6點07分 10分鐘前的新聞 這個新聞很有趣 待會跟大家聊一下 不過我要先抱怨一下就是 你知道手機的畫面就沒有很大 大概一個手掌這麼大 然後每次要點那個新聞的時候 一點下去它就會出現 上面呢 三分之一是廣告 然後下面呢 三分之一又是廣告 那中間呢 又來一個全版廣告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你知道 每次要看新聞的時候 我的畫面就只有大概手機螢幕的四分之一 會出現新聞畫面 然後其他部分都是塞滿了各種廣告 像現在就是我的畫面在看這則新聞的時候 下面就出現了很大一塊的 佳樂福 10月9號 換性雙十九折 滿2000打九折的這個廣告 好啦 我不是要刻意幫他們業配 我只是覺得這個很讚版面 讓我很難閱讀我們的新聞 好啦 不管 然後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這個男性禿頭 治療男性禿頭的廣告 天啊 我只是要看一個新聞 一定要這樣嗎 來 這則新聞很好笑 最近大家都一直覺得很匪夷所思 到底為什麼國民黨會提案 到底為什麼國民黨會提案說 他們要支持台美復教 他們也希望說民進黨趕快去跟美國講說 如果開戰的話要協防台灣 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說法 像我就比較陰謀論 我就覺得說這個是他們故意的 那當然也有人說他們不是故意的 他們是不小心 結果沒有想到民進黨就給他支持下去了 也有人這樣講 那當然也有人說是國民黨已經討論完了 江啟成的效果發揮了 所以他們要轉變路線 他們要來支持台美關係就對了 很多很多的說法 不過剛剛在6點07分的時候 這個楊春慧自由時報的記者 他就寫了一篇報導 解釋了大家的疑惑 那這個報導是怎麼說的呢 這個報導是這樣 就是說 由於這個 國民黨 立法院前天 昨天通過了這個 國民黨團提出的這個 請求美國協防 還有台美復教兩個公爵案 欸 我看不到 這是藏的新聞 這是藏的新聞 所以我昨天露掉這一則新聞 不過不管 這個不影響 不影響跟大家報告的事情 他是這樣子講的 他說民進黨的總召 民進黨黨團總召 柯建民 在中常會上面做出研判 他說國民黨可能是誤判情勢 他們認為說民進黨不會支持這個提案 但是沒有想到民進黨給他支持下去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當天在這個提案的時候的狀況 在院會開始之前 國民黨的立委 還曾經對民進黨的幹部講說 等一下我們要發動甲級動員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提的兩個案子 是你們都不會同意的案子 那當初 那個林維州呢 當天也跟民進黨團表示說 不要假啦 你們一定會擋 你們不會支持這個案子 所以他們很難顯然 一開始他們就認為 民進黨是不會支持這個案子的 那 真的 當民進黨無意義通過 這個台美協防跟台美建交 這個兩個案子之後呢 然後當時 這個賴世保甚至還講說 真的假的 民進黨給過喔 然後這個賴世保就說 這樣的話我們下禮拜要提案 要加入聯合國啦 然後莊瑞雄就跟他說 如果我黨的話 我隨便你 我一定給你支持就對了 那一旁呢 這個上次在立法院抗議當中 那個在旁邊不舒服嘔吐的這個 國民黨立委鄭立文 他還加碼 他說你們敢支持 等提完入聯 我們還要提案 在疫情過後 立法院長尤希昆要帶隊訪問美國國會 然後莊瑞雄就說呢 好啊好啊 一定百分之百支持啊 那 大家有沒有看懂 就是 國民黨他們現在真的是 在玩耶 在鬧耶 他們就是在提一些 他們覺得民進黨一定不會支持的案子 結果沒有想到民進黨真的給他支持下去 好 那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很意外 那你可以剛剛 也可以從他們的態度 因為你看喔 他提說要台美建交 然後他們又提說要協防台灣 然後現在通過之後 他們又說 那我下次要提進入聯合國 然後還有一個人說要提說要尤希昆 要尤希昆立法院長帶隊去訪問美國 好 但不管怎麼樣 然後不管怎麼樣 我都覺得其實這些事情 你如果不要去管什麼藍綠的話 台灣的立法院長帶隊訪美國 這個好不好 超棒的啊 這有什麼不好 可是呢 這個東西在國民黨的眼中 變成是一個可以拿來鬧 可以拿來做開玩笑的提案 你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的 第二 台灣的反對黨 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可以拿來開玩笑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的反對黨也支持這個提案的話 大家來共同努力 這個有什麼不好嗎 這個有什麼不對嗎 這個很奇怪啦 我不懂國民黨腦袋在想什麼 然後呢這個網路上 就有一個大家都知道他 他在網路上叫做人稱財經網美 叫胡彩萍 Amy Hu 他就說了 他就發了一篇文 他是在6號發的 他說呢 因為我6號那天本來要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但是因為時間不夠 我就沒有講了 那沒有想到今天已經8號了 竟然這篇文還可以 還仍然適用啦 胡彩萍就在臉書上發一篇文 他說 國民黨現在一直在搞一種笑你不敢的風格 其實呢 表示什麼 表示國民黨自己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選民需要的是什麼 怎麼說呢 他說 國民黨提案台美復交 然後突然就被無意義的通過 大家都同意就對了 真是讓人相當傻眼 因為啊 江啟成任內一直在搞一種笑你不敢的風格 例如說什麼 例如他們去講民進黨說 啊你不敢做護照證明啊 你不敢做華航證明啊 你不敢推動台獨啦 但實際上什麼 實際上是華航證明 護照證明這些全部都在動 只是說動的程度大還是動的程度小而已 那就證明了什麼 證明 國民黨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選民要什麼 但是呢 現在就是民進黨做什麼 他就給你加碼 他就一直給你 就像我昨天講的 這個就跟黃國昌以前在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齁 那 胡彩萍也說啦 他說 這個只要抬頭看看侯友宜的聲望 就知道國民黨的支持者是什麼樣子 然而現在整個國民黨卻陷入一種無厘頭的 笑你不敢風 這個風是 這個不是笑的那個風啦齁 是說那個風頭齁 這個風 風要怎麼形容 就是那個 在吹風的風齁齁 風雨 風雨飄搖的風啦 好不好 我突然很難形容這個字 他說 國民黨現在陷入一個全黨無厘頭的 笑你不敢的這種風氣當中 那就連草創時期的民進黨 都不會做這麼幼稚的事情 這種行為根本就會讓支持者一頭霧水 然後呢 胡彩平就開始罵 他就開始罵江啟臣 他說 這個好多人說過江啟臣才是真的有腦 只是國民黨扶不起來 但是呢 我越來越看不知道 到底有腦在哪裡 真的感覺不到 似乎很崇拜諸葛亮的樣子 但是呢 卻一直在做一些謝謝丞相事件的事情 真是聲稱感謝 然後呢 這個立法院黨團的幹事長鄭運鵬 他也說啊 他說呢 國民黨提所謂的台美復交跟軍事協作案 在他的觀察 因為江啟臣也在黨團當中 所以無論動機為何 這個不會是突發事件 而是國民黨在大環境之下 已經開始改變 然後呢 他也希望說對抗中國的文攻武嚇 共同保衛台灣這樣的立場 國民黨即使是浪子回頭 然後也要堅持下去 我覺得現在這個很好笑 就是 我們可以從剛剛最初最初 就是柯建民的分析 不管是林維州 還是賴士堡的反應 都看得出來 國民黨其實有點嚇一跳 欸 怎麼民進黨會支持 他們提出來的案子 對不對 但是呢 現在 民進黨很明顯的 把這件事情拿來 繼續吃他們的豆腐 就是說 欸 你有支持喔 你有提案喔 所以呢 你現在很尷尬 變成說沒有辦法去轉向 那包含 前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就是 我們之前在罷函當中 鬥來鬥去的這個政兆新局長 現在是 國民黨的文庄會副主委 然後 那他也昨天在臉書上發了一篇文 那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說 他嗆中共 說國民黨不是你的打工仔小弟 他也是嗆他們就對了 那我覺得 很有趣就是 整個國民黨蔓延著一股 跟中共叫囂的這個氛圍 包含林維州 其實昨天也有在立法院裡面 嗆現在中共就對了 好 那現在就 這個有點尷尬 這有點尷尬 是說 國民黨現在罵得這麼大聲 那如果之後呢 面對到真正中共跟你閉閉的時候 國民黨要轉向就會很難 就會很難看 是因為 你前面罵得這麼好聽嘛 很明顯是想要幫這個 親中的標籤 來做一個消毒 但是呢 你如果後面 後面你沒有堅持下去的話 你就變成什麼人 就說你沒動頭 第二人說 白海豚會轉彎 連江啟臣都會轉彎 江啟臣轉彎 白海豚至少是幾十年的政客了 所以他轉彎 大家有時候覺得說 反正就政客嘛 大家也司空見慣了 你知道江啟臣 如果現在國民黨這樣喊 如果在一個月內就轉彎的話 那就真的是很尷尬 大家來找 你會被 會被恥笑 所以 我也是覺得這個 國民黨現在要 要這樣玩 真的要考慮清楚 你知道 而且連馬英九都繞狠話說 台美復交的這個機會不大 所以這個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想清楚自己 在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 我覺得我們可以 繼續去觀察下去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但不管 好 那這個是剛剛上節目之前 因為我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傳我這個新聞 我以為是今天的新聞 結果我沒有想到是昨天的 但不管就是說 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是 不小心 通過這兩個 對中共強硬的案子 那接下來要怎麼演下去呢 這就考驗到國民黨的智慧啦 好 那今天 有一個 也是剛剛在華臉書的時候看到 真醜味 跟大家分享 就是 有一個叫劉哲偉的臉書 我不知道 他是我的好友嗎 我來看一下 不是耶 他是 有人分享 蠻多人在分享這個 他說 台灣竟然是全亞洲 肌肉缺少肌少症第一名 好 這個肌少症應該叫做 欸 這個 肌肉 欸 肌少症 肌少症 你什麼意思啊 不是肌少化痰 那個肌少喔 肌少症的全民 叫做 欸 我找不到他的全民耶 但是他的症狀叫做 全身普遍的骨骼肌肉量 及功能減少啦 那伴水可能會造成失能或生活品質下降 或者是生活 生活無法治理 以及死亡風險增加 聽起來是一個蠻嚴重的疾病喔 那 這個劉哲偉說 根據調查喔 台灣是亞洲肌少症的第一名 肥胖率也是全亞洲的第一名 那這個髖關節骨折發生率 簡稱骨質疏充相關 也是全亞洲第一名 喜腎率也是全世界第一名 Oh my god 有沒有這麼嚴重啊 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很愛吃拉麵的主持人 我看到這個實在是有點擔心 還好我認識陳冠榮 因為他是腎臟科醫師 然後 他說這個是美國腎臟登陸系統 USRDS最新年報公佈 台灣喜腎率世界第一名 哇這真的很高耶 第一名是台灣 第二名是美國 然後第三名是墨西哥 第四名泰國 第五名新加坡 第六名南韓 第七名日本 第八名馬來西亞 然後再來是希臘 呃 然後葡萄牙 然後 這個英文我就沒有看過了 還有加拿大 然後巴西 剩下就 就沒有 剩下就比較 比較沒有看過 反而中國還排滿後面的 所以這個 這是剛剛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個文章 然後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都不知道我們台灣肥胖症 這麼的嚴重耶 他說 國人十大死因當中 有多達八項跟肥胖有關 然後 我就覺得很緊張你知道 因為我最近 中秋節的關係 不小心又胖了一公斤 所以我最近很努力的在減肥 然後 昨天就被叫去吃火鍋 所以我覺得 減肥 真的是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 有幾件事情千萬不要不信邪 比方說 洗車 就會遇到下雨 然後呢 這個 買了一件新的西裝外套之後 這個禮拜就會沒有電視通告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你想要減肥的時候 隔天就會被朋友找去吃火鍋 我最近都覺得 這些 這些事情 真的是很邪門 所以要呼籲大家 沒事 沒事 不要去洗車 好不好 我最近覺得車子很髒 我想要去洗車 但是我又很怕 一洗 一洗就下雨 好啦 這個 一個閒聊 然後閒聊跟大家 跟大家聊聊這個 剛剛看到的網路上的一個新聞 好 來 繼續聊我們這個 本節目最喜歡聊的政治 這個新聞是這樣 交通部觀光局 原本今年下半年 將要參加一個亞太旅行協會 它叫做PATA 它的旅展 那 這個旅展當中 我們當然是用 過去 一直 一直都是使用 所謂的 所謂的 台灣觀光局的名義 台灣觀光局的名義 然後來參加 但是呢 卻因為中國打壓的關係 所以就被 就被那個什麼 就被改名 就對了 然後 我今天就 大概查了一下 其實中共近幾年 中共幾年對 國際組織的整個滲透 其實是蠻嚴重的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新聞 這個新聞是這樣 它叫做 呃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好 然後呢 這個是說啊 鏡週刊今天獨家報導 因為中國的打壓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觀光局被迫改名 但是我國觀光局認為說呢 台灣的主權是不能夠被 就是不能夠退縮 所以索性就直接退出這個 PATA的旅展 那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是怎麼樣 行政院發言人 第一名今天下午呢 也有受訪 他也有來 表達就對了 好 那他是怎麼講的呢 他說啊這個 呃 1958年以來首次 不出席國際旅展 那他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其實今年這個國際旅展 是由中國獨家贊助 由中國全額贊助舉辦 那等於就是要配合 當地的這個程序申請 那在完成程序的時候呢 就發現說 我們的名字怎麼從台灣觀光局 被改成所謂的台灣海峽觀光協會 那抗議無效之後 觀光局就最最最 就決定齁 最後就決定說要退出今年的 這個這個國際旅展 但其實大家知道嗎 就是 中國其實近幾年都不斷的 我們講說叫大傻逼 其實他們以前叫做大傻逼 他們都罵人家 傻逼你這個傻逼 那我們都會酸他們說 這個叫做大傻逼 其實就是客錢齁 在全世界各地去丟錢 然後丟錢之後呢 去影響國際組織 然後呢 去影響中共的國際話語權 他們在國際裡面齁 比如說下新聞的時候 比如說在辦活動的時候 中共都可以很大聲 比方說前陣子有一個新聞嘛 就是在聯合國的時候 在聯合國的某一個會議上 大家在聊 在聊這個香港人權的問題 那中國的代表就拍桌子抗議 就說我們現在不應該談這個問題 談這個香港跟新疆的人權 然後呢 他就很囂張跋扈喔 就在這個會議上當中 大家都在說話 但是一直 一直 一直拍桌子抗議就對了 那你可以完全從這件事情看出說 一個來自野蠻的國家的野蠻的代表 然後在這種全世界的聯合國會議上面 他完全就是展現出野蠻國家該有的樣子 那只是說他是拍桌子的 但事實上呢 後面是因為錢灑了 他才敢大聲拍桌子嘛 你想如果今天是台灣 不然我們這種相對比較沒有那麼有錢的國家 我們去參加這種國際會議 能參加就很開心了啦 哪敢做什麼事情 但人是怎樣 人家是敢直接拍桌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些國家其實在國際上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的囂張跋扈的 那其實 台灣基進也有來做出一些分析 其實我們就有找到 有一個網路媒體叫做爆瓜 他就列出了歷年來 被中共這樣子大撒幣滲透的國際組織 這個名單真是真有趣 熱熱等啦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世界糧食以及農糧組織的秘書長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就被換成一個中國人 那這個中國人呢 這個中國人就力推 所謂習近平主席的生態文明還有一帶一路 然後呢這個國際民航組織ICAO 就之前把台灣除名的那個ICAO 他的秘書長 在2014年的時候 也被換成一個中國人 那他在任內呢 他就大力的推廣一帶一路戰略 以及國際民航組織 把他的目的合而為一 然後呢大力支持 所謂中共的一帶一路 你要想喔 國際民航組織 他不叫做中共民航組織 他叫做國際民航組織 但是呢 他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怎麼樣 我在國際上拿到一個 拿下一個組織 的關鍵角色地位之後 我用這個組織的影響力 去配合中共的國家政策 來做推動 這個就是大傻幣厲害的地方 那還有什麼 比如說ITU國際電信聯盟的秘書長 也是曾經是一個中國人 叫趙厚林 不是趙天靈啦 趙厚林 厚是那個 厚是 很厚 一個東西很有厚度 人生命的厚度的厚 厚要這麼形容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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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形容一本書很厚的那個厚 厚 然後這個趙厚庆呢 他也推動什麼 他也推動一帶一路當中的關鍵 電信基礎建設的區域合作 那包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秘書長 也曾經配合這個宣傳中國製造2025 雖然這個中國製造2025 後來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整個被打爛 整個步驟被打亂了 這曾經 中國本來當年就是要利用 所謂的中國製造2025 來在整個推動的過程當中 逐漸的 讓他的所謂的世界代工的地位 變成 不可或缺的世界代工 以為這就是世界代工廠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呢 這個世界代工廠的地位 如何能夠不被取代 他就是想用中國製造2025 這個計畫 來讓他成為永久的製造業霸主 那還有什麼 比方說WTO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副總幹事 叫做 易小准 他也 曾經在 WTO的這個貿易組織的發言當中 他說 一帶一路是全球克服風險的有效途徑 大家都知道那個只是中國賺錢的有效途徑 但是他跟你說什麼 他跟你說這個是全球克服風險的有效途徑 你一聽就知道這個是配合中共的整個國策在運作 但是你想他的組織是WTO 他是WTO 就像我們都叫WHO是CHO WTO也差點變CTO 好 那時間的關係 先進入廣告 還沒完喔 這個名單後面還有 待會繼續回來 快樂 快樂電報網 快樂狗狗賓 97.5 快樂昆家南 92.3 快樂大台中 89.5 快樂大台棒 89.3 快樂華東 98.3 快樂佩鵝 96.7 快樂紅蝦 91.3 快樂台灣 剪菜武漢 快樂聯報網 阿明 你戶籍簽過來後 有到這邊的農會 重新申請參加農保嗎 蛤 要重新加保喔 要啊 參加農保的投保單位 是戶籍所在地的基層農會 如果農保被保險人 戶籍簽出原本農會組織區域 依規定 農保只能保障到戶籍簽出當日為止喔 你要趕快向新簽入地的基層農會 重新申請加保 金融會審查通過 向勞保局申報後 才能繼續農保的保障喔 以上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廣告 真編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觀白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因為我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聯播話 小事都變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飛翔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飛翔讓自己的完成財主 樹里桑桑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 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張小柏 好 OK 那剛剛我們在 剛剛在談到 就是 中共近幾年 對於這個 整個國際的滲透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不遺餘力 你知道嗎 好那剛剛聊到 非常多的國際組織 還有什麼 還有哪個沒講到 比方說 其實這些都是在 整個 大概在20 中共推出一帶一路之後 就是瞬間 國際上有非常多的 國際組織 他們的總幹事 行長 副總裁 主席 秘書長 都被換成中國人 我剛剛念的 大致上 都是在大概 2013年到 2016年左右 被換上去的這些人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 世界銀行的行政 首席行政官 他也推崇過一帶一路 亞投行 那當然就不用講了 然後這也是 推崇一帶一路 連 國際貨幣組織的副總裁 也是一個中國人 他也多次批評 美國 多次批評美國 發起所謂的 美中貿易戰 那還有什麼呢 連這個管國際標準化的組織 ISO的國際標準化組織 他在2016年到2018年的主席 他也是一個中國人 所以他在國際標準上 把台灣標為中國的一省 我真的覺得 我們講說 有錢能施鬼推磨 你知道嗎 那這些 這些真的就是有錢 然後就讓這些人 可以當上一些 所謂的關鍵性的位置 那其實我們也在文章當中 有分析 文章當中就分析說 其實這些人 滲透到國際組織之後 大致上 做的事情 大概可以分為五大類 拿五大類呢 第一 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這是第一種 這個 這個其實不管他們有沒有 進到國際組織 他們都在做 所以 所以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你知道嗎 那第二個是說 強化中國的外交主張 以及宣稱 比方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比方說 他們在整個國際要推動 推動所謂的中國大外宣 在擴張的時候 比方說南海的議題 那個他們也會去做主張 那再來第三個 推銷中國式的價值 混淆自由民主的普世 比方說對於新疆 西藏 突博 然後香港的人權迫害 在國際組織上 他們也可以選擇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那第四個是 提升中國的國際化語權 制定新的國際法則 也是一樣 就是說他們在全世界上 比方說他會跟你講 一帶一路很棒 那大家一定要來投資 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一帶一路其實就是中國 透過往西的扩 投資 應該說叫做 假投資爭擴張 其實最重要就是 在不 直接奪取你的主權的情況之下 用經濟的發展去擴得你的國家的政治權 那這個很變態就是說 中國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他如果不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擴張的話 他們內部的壓力也沒有辦法去釋放 他因為要維持那個每年非常高漲的經濟發展那個數字 所以他必須要來做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就會導致他對所有周邊的國家 尤其是他的國車一帶一路 這樣周邊的國家都會有非常強大的政治上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 最後一點是鞏固中國在全球的利益 這個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講過 隨著北極的農賓 現在在北極圈這個地方 會出現 應該說已經開始慢慢出現 有一個所謂的新的航道 那新的航道出現的時候 就有繞過中國下方的這個 到歐洲的這個航道 他可能就會被北方來取代 那在取代的過程當中 各國都會去搶奪這個航道的 算是載制權 那所以中國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宣稱說他們自己是所謂的近北極國家 另外想說 哇賽中國跟北極天差地遠 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著兩個地方 然後中國也在說自己是近北極國家 就很白癡 真的很莫名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有時候世界的規則是大家講好了 但是有時候在利益的爭奪之下 其實也會變得沒有規則 也會變得沒有規則 新加坡也宣稱自己是近北極國家 那原因是因為 當新的航線出現的時候 大家開始不會繞過新加坡 去走原本的航線的時候 原本航線叫什麼名字 我有點忘記了 新加坡會受到最大的利益影響 所以新加坡他宣稱是近北極國家 原因也是因為他必須要在新的航路 大家在爭奪或者是在協商的時候 他必須要來納入這樣的協商 不然他有可能就會變成說 轉換航道的時候 新加坡會變成是一個 新的被邊緣化的新國 被邊緣化的國家 這是他們現在在歡樂的事情 好 那這個是中國滲透國際組織的部分 跟大家大概談一下 那下一則是聊這個 大家知道嗎 陳廷寵 陳廷寵 我們其實這三天都在罵他 那陳廷寵其實他有在經營所謂的台商學校 也就是說每年他跟台灣的政府拿補助 但是他同時又是一個親中的 我們講的舔共退將 那大家當然會不爽啊 你吃台灣睡台灣又嚇台灣對不對 那所以呢他有創辦所謂的 什麼華東台商學校 那陸委會副主委邱錘正 今天就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 他說陸委會跟教育部 已經在第一時間呢已經譴責了這個陳廷寵 那他們認為呢 這個陸委會有必要進一步的檢視 他的相關作為是否干擾了台灣學校的正常教育 那他說啊 台商在中國辦學應該依照台灣的教育宗旨 各級學校的目標以及學訓 應與台灣的教育能夠正常的銜接 那邱錘正的言論以其作為 如果違背了先行教育部補助台灣學校的目的的話 那會要求改善 那不排除呢 希望會請他退出學校的經營階層啊 否則將會停止相關的這個補助 我是覺得很困難啊 我是覺得很困難 就是說我們強硬當然是可以強硬 但是強硬也需要法令 那在法令上我們有沒有什麼法令可以去要求說 一個學校的董事 他的言論 我們可以要求他要退出這種學校的經營 因為畢竟 他還是私校啦 所以你說這個要 公部門去約束私校的董事的言論的話 與法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你說要立法去管制這些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我們就可以來立法 要求說這些在中國設立的台商學校 每年必須要成交他們的報告啊 或者是強化他們跟陸委會之間的連結啊 那當有這種負面新聞的時候 他們的校長必須要到陸委會做說明 或他們的學校的校董 必須要到陸委會來做報告或說明 這些 這個會比較 比較有可能啦 簡單講就是 去停止 停止補助是有可能啦 但是你說要要求他要退出學校的經營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是比較困難一些 這個是比較困難一些 好 那這個是呼吸禁事件 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新的進度 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當然今天在高雄這邊呢 我們高雄市議員鄭夢如 阿滷仔 還有跟他的阿公 前議員鄭新柱 今天揪了上百的民眾 到行政院南部的聯合服務中心 去那裡頭前 抗議咧 抗議什麼事呢 因為抗議說 他們到這個行政院南部中心 繳交陳情書 給南部中心的執行長陳正文 然後要求 政府啊 必須要停發退休縫 並且停止補助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這是我們高雄這邊的 這個抗議 因為這個陳廷寵的行為 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不認同 那只是說政府現在 有沒有辦法拿出進一步的作為 你說停發補助也好啦 比方說昨天陳柏惟講的嘛 陳廷寵特權 跟我們的國防部租借場地 短收了四萬兩千塊 那不是說我們缺那個四萬兩千塊 而是說展現出一個態度 我一毛我都不讓你中國代理人賺 我都不讓你中共同路人賺 有沒有辦法拿出這個魄力 來跟他們來追討錢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那就是說 我是覺得政府對於這些人 我講白了 雖然這個聽起來很好聽 但我講白了 我們現在就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要追殺中共代理人 我們就是要追殺中共代理人 那追殺給誰看 追殺給中共看 或者是追殺給那些潛在的中共代理人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政府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政府的態度就是這樣 你敢做 你就要承受後面 不管是私營部門還是公營部門 絕對會剿滅你們 你就是要讓他們知道 台灣現在的態度是這樣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每年 選舉的時候我們都會一直去講說 抗中要成為選舉的主軸 因為你只有在選舉的時候一直贏一直贏一直贏 選舉過後 真在人物才會有那些壓力去做嘛 如果你選舉的時候你都沒贏 你當然選舉之後大家就雲丹風情 反正你也不在意啊 你不在意政治人物當然就不會做啊 反正他也不會他也不缺你那一票啊 所以其實選舉的時候去凝聚這些東西 去強調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選舉的時候很愛玩意識形態啦 而是你選舉不講 你選後這些人都不會做啦 你選後這些人都不會做啦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要分清楚 那它是一個策略 它是一個策略 當然也是一個步驟 好 那最後面節目三分鐘呢 跟大家聊聊今天高雄市 也是有一些很有趣的 很有趣嘛 這可以當娛樂新聞 今天我們高雄市的 有一個市議員 有一個市議員 他叫做方信員 他真的很 沒有聽過他啦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有這個市議員 那他今天在質詢 他國民黨的 他今天在質詢陳其邁的時候 他就問他說 市長 你相信輪迴嗎 你相信輪迴嗎 你到底相信輪迴嗎 市長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市長你相信輪迴嗎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我點開那個質詢的時候 我以為 我安抵議員說 我是要看一個議會的日子 因為畢竟終於不是韓國語了嘛 可能質詢會稍微專業一點 結果呢我以為我點開的是市議會 結果我沒有想到我點開的是教會 好就是這個市議員 他在問 不是問韓國語 問陳其邁說你相信輪迴嗎 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問市長你相信輪迴嗎 然後 馬上陳其邁就不想理他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問 然後問完之後 他又問說 市長 你敢搶著嗎 你敢搶著嗎 你敢搶著說 如果是說這個市政府 這個日本 或是有這個貪務 這個我們要拒絕保釋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發誓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納稅 讓這些人去問陳其邁 你敢不敢發誓 或你相信輪迴嗎 如果陳其邁有貪污的話 你去質詢我覺得沒有問題啦 那你去問人家說你敢不敢發誓 是在幹嘛 還是陳其邁要拿一把刀插桌上 然後跟你說 來啊 佔雞 佔雞頭 佔雞頭 還是要怎麼樣 我們要賭一雙手是不是 莫名其妙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高王市議會的質詢會 會變成這樣啦 所以 我是 我相信輪迴啦 我相信 這些莫名其妙的議員 下一次會輪迴 輪迴完之後 他們就沒有議員 不是說他們生命會輪迴 而是他們議員的席次會輪迴 下一次說不定這些人 就輪迴回去當市井小民 讓比較專業的人來當議員 我覺得這個是 我相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相信輪迴好不好 真正是 好啦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邊 各位聽眾的朋友 大家晚安 明天晚上再見 掰掰 快終 Sec 按下去 你們 阿 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